这是一个救恩的东西 得救是一个救恩 里约海里书五章十三节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五章十三节 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上帝的儿子的名的人 要知道自己有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所做的感觉 所以上帝伟大的救恩 有十个东西 一个是基督的工作 亚受基督的工作 还有什么 上帝的什么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还有我们对上帝道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 和圣灵的工作四个方面 所以我们在看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呢 我们经过什么 神的道 上帝圣灵的话语 和圣灵的名证 圣灵也证明我们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上次的时候看到第三页 借着圣灵的见证 圣灵的应证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怎样得救 所以圣灵会告诉我们 会是告诉我们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证明我们是祂的儿女 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很清楚的 知道我们不属肉体是属于什么 属于圣灵 所以在这里 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 神的灵就在他里面 神就在他里面 所以他要常常跟他的神的灵交通 所以在第三点 第三点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怎样得救 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 他的一个人信主以后 生命信主以后 生命怎样会不会改变 但是生命不会改变 这个有什么问题 一个人信主以后生命不会改变 生活也怎样不改变 有什么问题 老我不走心我不来呀 老我不去 对心我不来呀 所以这个老我的问题 就是什么 我们叫老亚当 对不对 老亚当就是Ego 我们的Ego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自己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的什么 真正在主里面 所以一个人真正信主的时候 他要应付这个老我的什么 一个是老我的什么 对 你要认罪 你罪没有得到解雷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来教会以后 还是这样 脾气也没改 属于上面也没有 他的生命上没有改变 我说 反正他有来做礼拜 不是来做礼拜 就是真正重生 要记得啊 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在你跟底母的时候晚上去见耶稣的时候 你跟底母问耶稣 我怎样得到永生 也就是说你要怎样 重生 这个东西我们要自己 就是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一定一个人有生命有改变 就是他很喜欢怎样 安逸在主的面前跟主一个交通 主圣经找到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生命要有改变 好 来 我们在第三页的 第三页的时候 当我们信靠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会有很多的改变 所以改变呢 就是在基督里什么 新造的人 所以这个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信主说 我信主的经验是 慢慢慢慢还是 好像 好像经历一个轰轰烈烈 哪一种 你们想 都有 都有 有的人不一样 有的人不一样 我知道一个姐妹 他信主那一课之后 他一天要抽两三包烟 完全 一闻到那一烟味他很讨厌 那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的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圣经上说 在歌颜座后书五章十节节 说 又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心到人 就是以国都变成心的 所以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心的 一个心的 生命 生命 所以圣经是我们的一本新的书 所以当你信主以后 能book the book become very what the only 什么 the book 是什么 是神的谁 神的话 所以那个圣经的话 你就非常喜欢的去读它 因为圣经里面它会给你永生的生命 好 我们第一十页来 我们看了 第一十页 我们有的心的爱 就是什么爱 上帝的爱 所以有的上帝的爱 你对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对人的看法 圣经上说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怎样 交灌在我们心里 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将神的爱 交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第一个 关心那些未得救的亲戚什么 朋友 当我们 我们还没有可能去关心的时候 我们是关心什么 关心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一切 所以你要怎么去关心别人 从自己到别人 这是怎样 这是圣灵的工作 牧师可是我要工作啊 怎么去那个 从你的眼睛 当你工作的时候是工作 可是当你灵修时候 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差点会怎样 为一件事 为一个人祷告 你开始怎样 你在说哎呀神 所以神的国度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一样 你要知道 你的自己是谁会take care 神会照顾你自己 但是神要你去怎样 关心别人 这是一个很 我们要一个很特别的 所以我们渴望他们 我们认识耶稣 就是灵魂而救主 我们对其他信主 有一种特别的爱心 这也是我们用 确实是我们重生的方法之一 所以约爱义书三章十字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什么 出什么 出死什么 入什么 出死入生 有一本书叫出死入生 书牧师 书领之牧师 他写了一本 在internet也可以找到 这个出死入生 他里面有一套东西 很好 他从主爱迪记来讲到 出爱迪记 讲到一个我们生命的过程 为什么书牧师 用出爱迪记来讲 从出爱迪记 出爱迪记 知道什么 什么 这要四十年 所以爱迪记预表世界 他们在世界里面 很好啊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好 可是我们要进入佳能的时候 要怎样 要经过怎样 旷野四十年 所以你的旷野四十年是神子一个塑造 所以一个基督徒 这个叫不对 对吗 不对 这个叫不对 一个基督徒啊 一个基督徒要神刁缩 他要自己把自己的他能进入 所以第一代的基督徒 第一代 全部怎样 全部死 就第二代 在旷野生的 他们在旷野要受割离 进入迦然地 在进入迦然地的时候 他们就怎样 就想到 所以在迦然地的时候 有 你们回去看一个四十二站 从爱迪的什么 安然地出来 直到经过四十三 西乃山 民宿记到最后迦然 有四十二站 不是 有四十二站 对 你找出来 在乙林有哪里 乙林有什么 乙林有什么 有一个乙林教会 有什么 水源 对不对 玛拉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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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水 你没有水的时候 他们在玛拉之后哭 上帝用乙林有七十个圈圆 给他们水 所以水的问题 造成佛西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然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上帝怎么带我们 这是一个出十路生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 是因为谁生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所以为了基督 你活的都是为神 为了耶稣基督 当你的旁边你有太太 你的孩子 但是你的生 生命都不一样 你那个生是整个的 因为耶稣你的生命 你对小孩子的爱 对父亲的爱 对母亲的爱 对妻子的爱 完全是什么 是一个整合的 一个越丰富 不是说你越爱太太 你就会越爱神 你要越爱什么 越爱神 所以你那个priority 也会倒不来 你怎么去爱上帝 你的爱太太 你会一起的 而不是说你特别去爱我的孙子 爱我的孩子 你要去爱神 爱神 爱神 这个东西啊 我们也非常很清楚 priority 怎么去爱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 来 他说我们怎样 我们有一个新的态度 过去我们不爱上帝 也不愿意什么 顺懂他 现在我们爱他 并要行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祷告 有没有 你的记忆走在地上 如同什么 行在天上 我们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 我们就发现自己怎样 自己变了 这种改变或许不在一夜之间 但对一个重生的人 这种改变肯定会发生 他这所谓的发生是因为 基督耶稣 基督进来住在什么 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本身是在什么 天堂 所以小的信心 大大的信心 小的信心 大的信心把字 把字等下 天堂的放在里面 还是小的 你把自己信心放在天堂 信心 你对自己的信心 大小有没有 有没有衡量 信心呢 你对最大的信心 我现在有没有 比较大 还是越来越小 当你信主以后 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大 应该 应该 应该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应该是小性 跟大性 有没有一个孙大性 谁是孙大性 印度的孙大性 印度的孙大性 全部去宣教 他用走路去宣教 印度是印度 他去走路 他去走路孙大性 所以啊 所以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 越抓住神的时候 你越看见神的应许 所以信心的道路是 记在神的应许上面 最大的应许 最大的应许 最大的应许是什么 要给你什么 还要贪大钱 对吗 有 上帝应许是什么 上帝应许是什么 平安 要永生 要永生是有 一定有的 那上帝现在应许是什么 你现在信主的上面应许是什么 平安 喜乐 丰盛的生命 嗯 丰盛的生命 你们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我老子 常常跟我讲说 Daddy It is crazy 呵呵 他讲的时候 she is It crazy 他意思是 It's amazing 那意思是说 It's什么 Amazing Amazing 他说 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祂的丰盛 是Amazing 你有没有发解这一点 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不是很奇妙的生 一个生命的过程 就是怎样 就是这样 就是另外一个什么 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Question 我现在活的是干什么 牧师在思考说 你们这样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怎么办 教会要怎么办 我们怎么去救一些人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能够影响别人 或是我们怎么去 把这个福音叫给别人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好 来下期我们看到这里说 基督本身是在天堂 但他以圣灵的身份 住在我们的里面 是哥林多前后书 十三章 就有圣经上说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什么 可弃绝的 就有什么 耶稣 书写错了 对不起 耶稣 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 来 有没有讲运 来 好 讲运行 来欢迎 所以我们看第四页 我们看第四页 顺服产生的什么 确计 所以他讲一个干安得救的人 可能对上帝的话语 跟上帝要知道他所行的事情怎样 知道不多 但是他肯定愿意什么 顺服什么 顺服上帝 所以他一个人真正得救 他的生命将有顺服主的一个记号 信徒是顺服者 圣经上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的 认识他 所以神的诫命是什么 两个最大的 来 神的诫命 爱神 爱神 爱人 你们要 敬意 敬意 爱主的上帝 第二个要是什么 爱人 爱人如今 所以爱神和爱人 这是一个诫命 诫命的总纲 但是在十诫的时候 神有分辨 有十诫 那个十诫在旧约 旧约的十诫 仍然应用在新约 对不对 但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说爱神和爱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讲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认识他 所以对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 上帝的话也没有给他什么 却去 所以出名的不在家目的 他说有两种不应当有得救的却去 那些什么 上教堂生命却未得到改变 未得重生的人 以及那些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人 没有重生的人就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人 作为信主 一天我有责任去行上帝向我启示的旨意 我们应当顺服上帝向我们来思考一个例子 第一个 我们应当在人的面前怎样 承认他 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人说 哦 原来你也是基督徒 如果他讲说原来你也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没有告诉他你这是去教会 也信主耶稣 但应该信主的时候 应该在人面前承认他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但要必须要怎样 心里相信他 必须用口里承认他 所以在罗马书十章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怎样 信上帝通他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 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议 口里承认就必 承认 这个信是我们讲真正的信 真正的一个信 不是表面上的明信 有没有明信 所以我们这是真正的信 为了罪 所以这个承认 admit 就是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和其他人 你已经接纳基督做你的什么 救主跟主宰 好 the law lawship 这个东西啊 你看以后 你去神学看 lawship and what what 就是救主对不对 但是你的lawship 主权 你的主权要交出来 很多人 信主以后 但是主权没有交出来 所以叫马卡尔的那个 Naster Seminary 说 当一个人信主以后 他信主后 他的乳权没有交出来 他不是算得救 什么意思 我信主以后 我的什么 宝座怎样 应该是这样 十字架 可是我的十字架是怎样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在这里 还是属肉体 一个人信主以后 是礼拜天的信主 我来敬拜 但礼拜更礼拜六了 It's my life 是我自己的生活 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 没有一点点的地位 这是一个不同的 这是lawship 这是很重要 主宰跟救主 在这里 我们之后一个人真正 一个信主的话 他有 来 来 阿罗马书十章九道十节 救必得救 来 在这里 任 就是基督告你的亲戚朋友 你接纳就是他的救主 那么 耶稣那么慈仁慈的拯救我们 我们不应当以承认他为什么 羞耻 世人应该感到羞耻 而不是信徒 世上 诶 这个什么 世上的人 没有地 世上的人 没有地 把地拿掉 世上的人 还是在最终及受着罪的捆绑 但我们已经得到什么 释放 我们将面对永恒的 他们将面对永恒的刑法 而我们则可盼望得到与主永远的同在 故此 是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非我们 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承认主耶稣 他也在天上的父面前怎样 承认我们 所以在耶稣说 若我们在人的面前否认他 他也在否认我们 耶稣说 还在人的面前认我的 我必在天 我父的面前认他 还在人不认我的 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 马太十章 马太福音律十章三十二三十二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第一行 我们应当与他人分享得救的什么 经历 所以牧师在讲 以后我每次讲到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 站在前面分享 你们得救的经历 可不可以 不要牧师 我想五分钟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好不好 这是一个training 你们想想看 想想看 我为什么信耶稣 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一个人得救的时候 他能够分享 他不怕 他感到很高兴 无数人因为不晓得得救的方法 而灭亡 因为为神有人亲自详细地告诉他们 如何得救 我们有勇气向人说 基督已经赦免了什么 我的罪 并且赐给我永生 他也同样会为你完成这一切 我可以与你分享得救之道吗 每一个得救人 已被呼召作为主的一个见证人 这个很大 witness 我们是神的什么 见证人 所以在这我们讲见证人 我们一定要见证耶稣基督 来 圣经上说 约瑞华的庶民说这话 就是从敌人手中所什么 救赎的 我们应当受洗 信主以受洗的方式来承认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主耶稣命令他们的门徒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施洗 所以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是马太二十八章十九一个大使命 所以洗礼就是一种什么 离用表示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的使埋葬跟复活上与他 免得 当我们站在水里准备受洗的时候 我们见证我们自己将生命交损 什么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洗入水 Baptist into 水的时候 表明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来站 所以当我们从水上唱来的时候 表示我们与他同复活 这是一个预表 所以主耶稣命令 他是一个命令 每一位信靠他的人都必须怎样受洗 接着洗礼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的 公开承认 承认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当然明白 洗礼并不能什么 拯救人 他乃是人接受基督为他的救治后的一个公开的什么 见证 只有那些已经得救人当受洗 所以一个人两个年轻的 年轻的青年人很相爱的时候 他说我们不要结婚住在一起可不可以 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结婚以后有什么 obligation 结婚以后你的财产就会业绩了 所以结婚的东西呢 所以很多年轻的人他说 I have boyfriend I have girlfriend I don't want to marry 现代人的毛病是这样 他不要结婚 所以结婚是什么 有一个什么 责任 啊 他妹妹 是什么 约 这个约不可以打破的 约是在神的面前跟什么 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我要见证这个 在人的面前说我们是什么 marry couple 在神的面前我是这样 我说永远不怎样 不离开你 对不对 这是神的一个约 但是我们约咧 我们要打破 常常我们这个约打破了 常常我们这个约打破了 所以这个蒙约的关系 commonent commonent 一个圣约神学 这个约的东西 所以上帝的时候 非常重要这个 这受洗 好像这个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什么 一个结婚 好像结婚 可以怎么比喻 你结婚 你跟你一个人结婚 你要不要爱他 不一定 我前天这牧师娘说 听到一个牧师娘 牧师 她跟一个她先生结婚 这个先生呢 她印尼又有什么 又有太太 她都不晓得 女的牧师 女的牧师 她的先生印尼的 又去台湖念神学院 又怎样 哇 很热心 结果外面 又有小孩子 又有女儿 又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东西啊 你就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约的问题 人 人 人如果在约里面 没有真正的实行的话 那个洗礼就这样 就不算 所以我们在一个结婚的一次 我们在洗礼的时候 这阵子预表我们 对 耶稣从始终度 他是一个预表圣巴 但是我们要洗礼 所以一个人真正相信 他一定会这样 他一定会这样 公开的会洗礼 因为有迟迟不洗礼 他有一些结了 还没打开 但是 洗礼只是 一个那个 好来 我们应当怎样 崇拜他 当主耶稣在的时候 他提到要建立他的什么 教会 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在这个盘石上 有没有 阴间的权柄 不容怎样 圣过他 所以教会不是指人 或是什么 建筑物 他包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 不论是种族 物色文化背景 今天我讲到我也会讲到 这一个真正教会的会员 是分布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很多很多基督徒 不是我们这个教会 但外面也有很多基督徒 别的教会 你看 他们有几天教会 二十六天 我都比你们知道 谁跟我讲说 可门人有二十六间教会 所以有很多教会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要让所有的信徒 从此再移出去 不可能的 每一个地方 所有的地方教会 接下来 上帝的旨意是要 每一位信徒都成为 主信圣经的地方教会的一部分 并且忠信的什么 支持他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 有时很难找到教会团体 在那个形象 信徒当寻找其他的信徒 与他们聚集 所以圣经上说 若有两三个信徒 以耶稣的名在一起聚会 等一下 我必在什么 其中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 耶稣基督就在他们当中 好 所以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崇拜主的时候 一个崇拜的方法就是守什么 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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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餐 我们教会大概是上个月学的时候 communion 主耶稣胜利这个礼仪是在帮助我们 记得祂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 在早期使徒先生的教会 他们什么时候 多久守主餐 多久 礼拜 没有啦 守 每个礼拜 他们都讲这样 天天 天天 你去聚会守 天天守主日 守主餐 天天剥饼 天天吃那个 吃了会肚子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天剥饼啊 你看齿如形状 他们天天同心以后 合意在家里剥饼 每天 每天是主 他们剥饼 这是思考 思念什么 主的爱 所以我们也许要改一下 多一点守主餐 哈哈哈哈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里啊 守主餐的时候是communion 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 有一个 纪念祂 纪念祂 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有那个 我们在这几个 啊 剥饼啊 守主餐 在下面啊 在守主餐 我们庆祖喝主的杯 杯表示什么 血 同时他们吃什么 剥开的饼 饼表示什么 耶稣基督的 神 所以我们这样醒的时候 我们重新被提醒 提醒 所以在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 你们每逢吃这饼和这饼 是表明主的死 直到它 再来 OK 第六页 所以有些 有些 教徒 这是什么 教徒是吧 有些教徒 信徒吧 看到地方教会的缺点 而觉得他们 并不需要他 OK 信教的教徒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没有任何地方教会是完全的 记得哈 因为主神教会的人都不是什么 实践实践 但他们都是由上帝所拣选的市民 又完成他的事上的工作 我们绝不能忽略与其他信徒在地方教会的聚会 爱厌乐 不爱上帝 他们宁可 不要来教会 宁可去做cruise 做哪里 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 知道上帝的子民 容浪世上 短暂的享受 取代他们到教会 那将是什么 何等什么 可悲 我们应当服侍他 好来 所以 服侍 服侍怎样 来 我们活出 如果活出信徒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得救的生命 以后一天也要受到审判 所以让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上帝的面前怎样 说明 所以你所做的事情 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把你心伤 会恐怖 会不会很恐怖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帝都要审判 会不会恐怖 会 会不会怕 还是不怕 会恐怖但是不怕 不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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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啊 所以你就是问心无愧 对不对 我如果问心无愧的话 我就不怕 我对上帝护者 我就不怕 但是你如果是 怎样 做的亏因事的时候 怎么办 你要怕 唱会就好 唱会他脚钱 奉献给教会 所以以前 建筑家都述罪一件的时候 你要奉献 述罪一件 你奉献越多的钱 你的罪就会赦免 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很注意 我们上帝对每一位信徒的生命有安排 这包括是上帝安排要我们所做的某些善事 座头鼠 我们必会靠着什么 行善得救 但我们要得救是为了什么 行善 所以实际上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什么 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复叫我们怎样 行的 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 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感谢主 让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看见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上帝要我们做所喜悦的事情 只要一个 你不做所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说你是否因行善而得到奖赏 奖赏是怎样 神给你的 对不对 上帝应许奖赏所有忠心服侍主耶稣的什么 信徒 所以你越热心奖赏越大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奖赏一个奖赏 在上面有一个奖赏 天上有一个奖赏 好 保罗说我向着标杆起跑 要得主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 所以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要这样 要努力的跑 所以在教会里面 你要不要比别人更热心 要不要 反正有人做就好了嘛 要不要 应该要 因为你为主热心啊 为主热心的时候是怎样 在罗马书十二章 你们回去看 罗马书十二章 讲到信徒的品性 它里面讲到圣徒的品性 圣徒的品性 他都讲到说 你知道 是什么 因什么 因情 试奉主 一个人 试奉主 如果是变多 Lazy的话 就很头痛 因为他Lay back 他已经没有看到主的恩典了 所以你看保罗 一信主以后 不得了 马上 马上等一下 去哪里 去阿拉伯三年 神造就他 然后就等一下 开始神就这样 十年在那边 马上出来就传道 所以我们要殷勤试奉 这罗马书十二章 你们回去念 要 不可懒惰 所以来 我们的奖赏 是因为我们忠心 他福祉主 我不是为了奖赏来试奉 而是我们 试奉来的什么 奖赏 你属奉上的一定 保理上 Price 所以你在电档 要住大厨 要住那个 便宋 所以这是我们要的自己 好 基睦太后书是当 保罗写到什么 纳美海罗 什么 账 我已经什么 拿过 当保罗路我已经跑进手 信得到我已经手术 之后有公义的冠冕 我有存在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的 那你要赏赐给我的 基睦太后书是 保罗最后的一本什么 遗书 对不对 保罗的遗书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时候 保罗 最后我们也都有 第六页 我们当在一切的情况下 顺无主 所以 我们在 主耶稣 在这里说 一切的情况下 顺无主 很不简单 主耶稣从 没有应许 赐给他的跟随者 一个书士的话 知道吗 所以 基督徒 有没有书 有没有书士 你看 躺在沙发雨上 看着四十七寸的电视 啊 四寸有什么 喝个香槟 啊 enjoy 还是躺在那个 哈 那个 caravan的沙滩上 影像 哇 天天去耶 在那边三个月 有没有这样的 基督徒可不可以 可以 哈 哈 哈 凯文我们要跟着凯文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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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哈 上帝给我们怎样 有娱乐 但是不是什么 不是享乐 娱乐是怎样 喝的酒,我去基督徒的家里 那个酒一瓶两三百块 没说我请你吃,最好的酒,好什么酒,吃一瓶三百块 来,我倒一杯给你喝 好吗?好不好? 好 好,当然好 但是呢,如果你将那个酒,酒柜当成你的什么? 这个神的话,就很可怜 因为你天天去量,要品尝好什么好酒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你的神了,是酒是你的神,变酒酒神 等一下我要讲到尼西米,尼西米是谁? 谁是尼西米? 你遇上 是什么? 我给你哭泡了,是限制 尼西米是什么限制 尼西米是一个酒镇 他在泡酒的 他带那个王,一个王专门在品尝酒 所以那个酒里面有没有赌,他现在品尝要交给老王 结果呢,他怎样? 因为他是什么人? 他是犹太人 但是他,他侍奉王的时候,他心里很有鬼 因为他的百姓怎样? 犹太人怎样? 在那边受苦 所以他回去,什么? 重建神,什么? 围墙 所以他是一个酒镇,但是他没有变成酒鬼 我们今天的基督主很多是什么? 酒 很可惜啊 张庆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享受 但是我们背里面什么? 我要去买啤酒,牧师想说不可以 牧师不可以喝酒 好痛苦 牧师给我喝酒 可以啊? 牧师娘说不可以 没有 那是健康 牧师娘说,当牧师以后就不可以喝酒 你去隔壁的家会,牧师要喝酒 你要跟牧师娘讲 你要跟牧师娘讲 我喝了酒以后思路特别差 所以我们在一切新话讲到 来,接下去,我们这里第二页 就讲到说,我们一切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什么? 世界 在世界上有很多苦难 这些苦难是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 基督主还是有苦难的 记得 可是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会遇到苦难 没有这回事 但是你遇到苦难,你会胜过苦难 因为耶稣什么? 说我已经胜过什么? 胜过世界 这个你要非常记住 所以他说,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 知道啊? 仆人不能搭告主人 所以我们主耶稣受到逼迫 我们也面对逼迫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怎样承担 在约翰福音15章20节讲得很清楚 这个你们回去 在最后第二行 圣经上说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尽浅度日了,也都要受到什么? 逼迫 逼迫 记得啊,你如果为主热心 魔鬼在后面就是逼迫你了 你的朋友就逼迫你了 你那么热心干什么? 你不逼那么热心啊 人的话就来了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必须 他说最后一样 我们不论发生什么事 必须对主耶稣什么?忠诚 忠诚 就是下面这个我们下次 第七页我们结束 然后再来讲这个第十课 所以第七页我们就去年讲到这里 所以在最后 启示录二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给你 来 将什么? 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什么? 乌要至始终 我就是给你那生命的冠名 这是主耶稣的一个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今天主日我们也要来到你面前 再次插康的话语 求主你将你的话语 真正的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将我们今天的崇拜 共今的眼望也照顾我们准备 你的心来到你面前 也要问你 也切从小规定你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那个不是一个问题 好 你说不能喝酒 但是在试餐的时候 他用酒在拜祭 牧师娘说不能喝酒 我叫他要禁食 可以喝酒 正常说可以喝酒 但是不要什么 醉酒 醉酒 喝醉酒都不晓得 就不好 三杯下肚就 口吐真 口吐真圆 最久的人都不觉得自己醉 对阿 最久的人都不觉得自己醉 要小心喔 耶稣是公卖酒 耶稣是公卖酒 阿 他比公卖酒还厉害 变酒啊 所以比公卖酒还厉害 我们可以喝太多的酒 不能过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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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醉酒 但是太多的酒 不能过穴 不能过穴 没有可以 没有可以 怎么可以 我们那个老先生 老先生 我说他不肯信耶稣 是因为他要喝酒 家里有太多的酒 可以 耶稣也可以喝酒 可以 你跟他讲不可以 你说我们的牧师说可以 不可以醉酒 不可以醉酒 你叫他来家伟说我们入睡 那我就跟他说 我们的午饭有酒 那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 我们在盛餐说 喝醉酒 不老吃